对此林冲玄竞选总部深表遗憾 表示邱候选人为了一时的选举 进屋县负责进职的公务员为特务 这等于是公然羞辱全体基层公务员 奉劝邱候选人应该谨记他的老长官 杨志良署长的话 胜选艰难也要留点骨气 不要一面只会指责别人安全 还要基层的公务员陪葬 而且邱候选人在国舰局长到署长的任内 一次也未曾视察过宜兰的卫生局 为了选举半年来 请长假拼命以长官的姿态 在宜兰举办各种全国性的活动 以拉抬自己的选情 如果说这不是滥权 什么才叫滥权 林冲玄竞选总部并且表示 邱候选人所指数的内容 皆无具体试证 无从评论 另外对所指控的事项 若有不法试证 欢迎向全责单位检举 相信县政府必定会依法行政 宜兰新闻记者十四名采访报导